在疫情前,我從事的士行業 失業時,我透過新聞 看到政府勞工局的大眾培訓課程 我第一時間去勞工局排隊報名 之前未讀這個課程,從來沒有想過入建築學業 但發覺讀了之後,學習到很多不同建築知識 都發掘了興趣 未來我會進修相關建築知識 我看到政府支持客人 澳門的基建都不斷向前發展 看到前景是前途一片光明 可能跟他們之前的工作,其實性質都不同 但它可以適應和轉變過來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表現 其實我們建築業這行,都是比較傳統的行業 始終很多年輕人都未必會選擇入行 看到這次大眾培訓的計劃 看到有很多其他行業的人 願意去了解我們的建築業 我都希望往後都可以繼續多舉辦這些培訓 讓我們建築業可以補充更多人手 我自己對西點都有興趣 因為一直都沒有這個機會去學 趁疫情和交叉點 我可以在大眾培訓學到自己有興趣想做的事 學識這個技能還有一個很好的平台給我 在這個困境裡幫我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自己對心意的工作 家裡的開始已經是穩定了 這是對我很大的幫助 希望可以在餅房裡學到更加不同的東西 我亦都相信一分根源一分生活 我會用自己的努力去 希望可以得到一個認同 去有一個晉身的機會 她經過大眾培訓 對她進來一上班的時候 其實也有幫助 她都可以跟蹤我們的節奏 特別餅房這個行業 越來越少人入行 政府願意去做一些主導 令到一些新力軍 可以有興趣去知道 了解這個行業 其實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找工作的人都會考慮這一行 我就想鼓勵一下現在正在失業的人士 或者受到疫情影響的人士 大家嘗試一下參與大眾培訓課程 不要管以前做過什麼工作都好 給自己一個機會 嘗試改造一下 找一個新的方向 即是疫情之間的脫困 要把握好機會去參加這個大眾培訓 可以找到自己的興趣 找一個新的出路 的方向 好 我們討論了 ш場